Hello everyone, this is Willem 歡迎收看每週的新聞英文 一個禮拜兩篇 當然也十四也了解新聞英文單字 這一篇是五分鐘快學系列 這個有完整版,歡迎各位來收看 新聞是那個店價為何上漲 新聞來源是CNN 在這部影片裡面 各位會學到三個單字 就是疫情、電力消耗、封城塞港 正確來說是四個單字 然後今天會學到兩個斷句技巧 一個是連接詞斷句 一個是介系詞的斷句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這個單字 首先我們來看看疫情 疫情的單字英文叫pandemic pandemic 各位就是疫情 目前在看這個字 接下來是電力消耗 各位消耗就是說最近大家用電量都很高 使用電 用電我們除了講use之外 另外一個單字蠻常用的 是這個consumption 各位consumption 這個叫做消耗 它還有大量使用 那你如果之前有在看我的新聞英文的話 各位consumption這個單字 還可以拿來講大量的飲水 喝水跟吃 那電力的英文叫electricity electricity 那各位electricity這個單字 是蠻好記的一個單字 各位你就仔細看中間 這個City 對不對 City City就是那個城市 城市要運作 你就一定要有電力 Electricity 好然後接下來是封城 封城這個叫lockdown lock 各位這個單沒有問題 這是鎖的意思 你把它鎖起來 down 把它鎖起來 全部東西把它塞在底下 lockdown 封城 塞港 它這邊是用一個句子來表達 ships 就是船 那接著是一個單字 stuck stuck就是 塞掉的 塞住 stuck in ports 那各位這個pores這個單字就是 港口 所以船塞在港口 這樣 好嘞 那以上就是單字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長劇閱讀 這句子蠻長的 Over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the pandemic kept demand for energy unusually low with globa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dropping by more than 3%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0 As lockdowns and other restrictions keep workers at home cars off the road and ships stuck in ports 各位這句很長 那我們來看一下有哪些斷句可以掌握 各位第一個是我們利用介系詞來斷句 各位這個字 跟我們在閱讀有一些單字的詞性 各位必須要做一些正確的了解 with這個單字它是它那個詞性的介系詞 各位介系詞是有個功能 它都在做補充說明用 那既然是補充說明 就是說我們斷句的意思就是這邊可以把它切開 等一下前面這邊我們一起看 了解 再來各位這是第一個是介系詞的斷句 那各位第二個 各位我們對這種連接詞 各位這種字你也要非常的敏感 就是說你要知道什麼樣的字是介系詞 什麼樣是連接詞 原則上掌握幾個重要關鍵 我們在閱讀上 各位在閱讀上 就能夠比較掌握到技巧 這個也是可以斷句 為什麼因為連接詞連接了一個新的句子 對不對 好來我們接下來繼續往底下 我們先看前面這邊 他說 over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其實這邊有個逗點 逗點也可以斷句 可是實在太短了我就不斷了 the pandemic kept demand for energy unusually low 各位 couple of 這個是一對一雙 這兩三個意思是說 over就是過去 過去這幾年 這一兩三年下來 這個疫情的pandemic 這個疫情怎麼樣 cap這個單字是讓 讓這個demand 各位這個demand這個單字是需求的意思 我底下沒有打需求 那什麼樣的需求呢 for energy 各位energy這個單字是能源 意思就是能源的需求怎麼樣 讓這個能源的需求 unusually 我打在這邊 unusually是罕見的 law這個單字是低 意思是很低的 罕見的很低 因為疫情的關係 過去兩三年能源都很低 那個需求量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逗點後面 黃色的部分 各位這邊有個s 我們是切到這邊 所以等一下是變成說黃色的這一塊 我們一起看 接下來這邊有幾個單字 electricity這個單字是電力 consumption這個單字是消耗 quarter這個單字是季度 就一季兩季 這個伴隨著with就是有 就伴隨著global就是全球 全球的electricity consumption 電力的消耗 全球電力的消耗 好來這個drop drop這個單字就由上往下掉 通常會用到這個字 表示是掉的蠻多的 dropping by ok掉了 more than 超過 超過多少 3% 其實這幾年 全球電力消耗往下跌了 那3%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0 2020年的第一季 各位那個應該是全球疫情最嚴重的一個時刻 好然後接下來再往下看 各位注意這個就是連接詞之後 後面這邊我們再一起看 所以各位你不要看這個句子長 這個句子其實切割成了三個小塊 好那我們繼續往後看 as lockdowns and other restrictions kept workers at home cars off the road and ships stuck in port 好那這邊我把這邊變白色 好像版面會比較乾淨一點 那這邊有單字 lockdown 就是封城 restriction 就是限制 stuck 這個單字是固定的卡住的 pour 這個單字港口 好OK那這個連接詞中文翻譯叫做因為 好因為怎麼樣 因為封城以及其他的限制的關係 就是你可能人沒有辦法出門 限制的關係 讓 car 這個單字是讓 讓員工們就是工人們在家 好第一點 來第二點就是cars off the road 這個車子怎麼樣 off就是沒有嘛對不對 就是車子沒有在路上 好各位這是第二點 1 員工在家 2 路上沒車 OK 來接下來AND 這邊有個3AND 這個船怎麼樣 塞在這個港口 所以這個疫情的關係 這個封城跟其他的因素 好讓2020去年 現在2022 前年的電力需求量大降 好來那這邊整句我再念一次 這邊整句是 那我兩篇都有完整版 非常歡迎各位的收看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week 拜拜